四川最近真的是各个国家关注的一个点 因为他们又有这个极端气候干旱 后来又限电最近又有疫情 天哪四川到底怎么回事 对我们今天就要先来讲四川限电 因为整体的经济真的是受到蛮大的影响 很多人说二十大马上就要交开了 习近平该怎么办 会不会影响他的二十大连任之路呢 好我们先看到四川 他们已经来了六十年来的极端高温 所以我们说有干旱的情形嘛 那当然极端高温之后大家就会开始吹冷气 用电就会变得比较多 但是四川其实是面板的重镇 所以他那边有很多的工厂 包括台湾的厂商也都有到那边去设厂 那现在在那边之前啦 在八月十五到二十 后来又延到二十五号 这一段期间里头 四川的工业是限电 他们给了一个政策叫做让电渔民 所以很多的厂商就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了 因为他们强制企业必须要来停工 那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啊 目前已经恢复了 但是我们刚才讲他又有疫情 不断的在有一些严格的这个风控的机制 所以会不会再影响还要持续再观察 但当时确实四川的这个用电的情况是蛮紧急的 有很多人说每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就会停电 那有的时候大中午停电两个小时还不来电 那一定很热 非常的热 而且可能冰箱的食物都会坏掉了 台湾这边光是停一个小时就冻北掉 何况是四川呢 四川之前还说那个中午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热 因为它是四川盆地 对像它其实那个家电常常这样断电 它其实也很容易坏掉 对那当然大家还是会关注说 这个工业因为影响到经济层面是比较多的 尤其台湾的厂商在那边到底是如何呢 很多人说哎其实他们都还是正常运营他们属于这个组装的厂商 像是人保广达伟创应业达他们说这个营运上面都还算正常 唯有中上游哦他们是改成夜间来生产 因为就不要跟民众来抢电了 那可能工作人员就是晚上进到厂里面再来进行运作 那另外还有叫说洪富锦的机密电子影响也说不大 哎听起来好像都没有到非常大 但是实际上的这个状况可能还是要再来继续统计啦 不过现在在中国大陆清零的政策 很多台商在统计上面是真的认为蛮严重的 对一定会因为电其实对于这种科技业其实它影响是蛮大的啦 对我觉得在这几年疫情真的是影响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是包含了大家最爱喝的星巴克的这间企业 欣妮是不是也蛮喜欢喝星巴克的 是我蛮喜欢喝的 所以如果7-11全家或者是OK跟星巴克比起来 你会选择星巴克吗 我会选择星巴克 好那究竟有什么美味的滋味的咖啡的味道呢 所以现在在全球哦 它还是不断的在展电也是蛮厉害 但是就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栽了一个蛮大的跟斗 为什么我们要带大家分析 我们先来看到它在2022财季的第三 财年的第三季报告来看哦 它的营收全球来到了81.5亿元 美国的营收很高56.2亿还增加了13% 好为什么会这样比去年增加9%哦 他们是解读说就是因为尽管通膨 美国的物价比较高 但是美国的消费者没有因为通膨 所以减少了咖啡的支付 而且咖啡其实对于这个欧美国家有点算是所谓的必需品 美国几乎每走几步就有一件星巴克 有点像我们这个7-11的密度 我觉得有点像是大家的蛮牛 对非常重要 好那美国之外我们就要来看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刚才说栽了一个跟斗呢 你看它的大陆营收是5.4亿元 是减少40% 有四成都没有 所以大陆的市场完全拖垮了星巴克全球的业绩 那他们解读下来认为说是因为新冠肺炎的限制 还有加上中国的外币的换算影响等等之下 所以让他们在这边的状况是比较没那么好的 因为像风控你不能出门 你当然也没办法去买星巴克 而且他们这么严格对不对 那等于要出门都很困难 好那我们再来看哦 那看门市就最准确了吧 第三季全球有3.4万家的星巴克 美国是有1.1万家 中国大陆这边是5761家 但是星巴克的野心很大哦 他们要加速在中国大陆展店 说2022年想要达到6000家的星巴克 可能吗 这样看起来 其实他们每一个月要增加48家的星巴克店 很多耶 他有办法哦 但是这个星巴克的创始人苏之就说 他觉得这个市场上面来说 中国大陆的市场就是会超越美国 所以他们接下来就是要往中国大陆继续的进攻 但是星巴克为什么这个情况会这么惨 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他们的竞争对手很多 我们过去有讨论过像李宁啊 狗布李包子啊 这些都有跨界的在做咖啡的这个部分 所以现在对手的这个 把这个咖啡的市场整个都是削弱的状态 所以星巴克才会面临这么大的问题 不过星巴克也有进行开源节流 或是重塑他的企业文化 这都是希望他们可以改变的一个很大原因 好我们看完星巴克之后再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到底有多惨呢 第二季他们的GDP数字蛮难看的 增加只有0.4% 上半年GDP只有2.5% 好这让这个总理李克强要召开一些这个会议哦 叫大家来检讨 四川的人来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这六个地方的人都来 他说因为你们经济哦很棒很棒 占中国大陆45% 你们要成为国家的顶梁柱啊 给了一个非常大的期许 是 好那当然这个大家就有点压力了嘛 那这个李克强就说哎经济大神要挑大梁 巩固经济时不我带 扩大投资要带动消费 好其实这个GDP哦 上海大家以为就是觉得哎这个金融市场蛮好的 就他也出现了收入净值 负值的状况 缺口有18亿哦 对他们风控严重影响的很大 对所以很多现在中国大陆是把钱宁愿放在银行来存 也不愿意来消费啊 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走向到底怎么样 接下来还会不会进行严格的风控 对于经济的层面还会影响多久呢 我们邀请到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 吴大人来帮我们讨论分析 我觉得好就是接下来 四个月好 其实中国面对的这个挑战还挺大的 所以我对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表现 就是会有点悲观 中国当然这次是因为风控的影响 所以它的不管是生产还是消费 就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所以当然就是它会影响到这个Q2 它的整体的经济表现 但是到了下半年 我之所以会认为挑战会更大 那最主要是因为现在全球的通膨还是非常严重 中国呢在下半年 它除了一方面这个它有内需不振的这个情况 就是从风控开始所产生的这些影响 它在短期之内也很难消除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出口的部分 它也会受到全球通膨 还有联储备还有各国洋行的升息所产生的影响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 所以内需跟外需一起下降 那对中国机器的打击就会很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其实几年以来 它面对这个全球通膨的情况 它不但没有生息 它其实是一直在降准降息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可以看出 其实呢 他们的这个政策目标 就是很清楚 就是以拉台机机为主 现在看起来是怎样 那李克强 他也宣示 就是中国的也是要 在下半年 再继续增加他们的基础原生 就是用这个国家的这个财政政策 来挽救 就是经济一直移民的情况 就是今年年初以来 其实他们的疫情在起 所以他们是用这个最严格的 这个控制阻断来防疫情 那这个就是用风尘嘛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所谓的风控政策 它已经让中国的经济 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当然他一开始会这样说 是因为长空管控 就是如果就是放任疫情蔓延下去 那可能他就是 全年都是在控制疫情 但是他用最严格的方式 希望能够防疫 那当然每个地方情况不一样 它还是有 到目前为止可能 还是有些城市 还是受到严格风控的管制 但是呢 对机器影响比较大的几个地区 包括广东 还有包括江苏 这个海上比较多的地方 那他们的这个经济对中国的贡献 也比较重要 这些地区呢 看起来他们都有些弹性的调整 所以大部分的工厂 都是有持续在辅动 所以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经济 就是会有一些正面的帮助 接下来到了下班 那中国的经济 一定会随着美国生息服务的增加 那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因为美国的生息 其实它所产生的这种消费排挤的效果 是累积的 比像中国它对美国出口 那个就是金额这么庞大 所以一旦美国的消费下降 中国的出口就很快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即使呢 接触工控 让工厂处工 但是呢 如果这些工厂拿不到订单 那它的这个积极情况 也没有办法得到改善 所以一直要到美国开始降息之后呢 全球的积极情况才会慢慢的伏出 好 那么接下来就要来带大家讨论很多人很喜欢看韩剧哦 你最近有看什么韩剧吗 有 我看那个 《非常律师于英语》 文英文什么诗什么诗 对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洗脑 大家印象很深刻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这几年来由于这个Netflix它兴起了嘛 所以其实上面很多韩剧片 所以到导致说这个韩剧 它其实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所谓的寒流 结果因为Netflix之后呢 它就更加的爆红哦 其实不只是很吸睛 甚至还非常的吸官光客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们对大家来看到 根据这个CNN的报导 他们有一个研究就有发现说 其实很多年轻的西方女生 他们看了这个Netflix播的韩剧之后 他们竟然会到韩国寻找真爱 哇 所以可见韩国的男生有多帅 就有一个让他们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个有一个 Indiana大学的研究员 他叫做李敏珠 他就有发现住在这个首尔的 青年旅馆的西方女性啊 他们不像一般的观光客 要我白天会出去观光 他会选择在天黑的时候出去 去约会吗 之类就是可能找 就是认识韩国男生等等的 而且他走访了大概八间旅馆 采访了123名这样子的女生 他们都说 他们是受到这个Netflix的效应 然后来到韩国 希望可以就是认识这个韩国的男生 对 那像我们看到这个鬼怪啊 还有爱的迫降 还有刚刚一伦讲的这个非常律师 这几部韩剧 其实这个男生 男主角啊 他的形象都是非常的鲜明 通常都是 无外乎是温柔体贴浪漫 然后笑起来都是那种很灿烂 就是感觉好像有阳光洒落 对 大男孩 对 非常的男神 然后身材又都很好这样子 就是很让人就觉得非常的梦幻 那包括像是形象非常的俊美 而且浪漫 有耐心 然后对于这个西方女生来说 这跟他们这个在西方国家约会对象的男生的这个有点相反 就是感觉好像是西方 他们可能觉得西方的男生比较相较于韩国男生没有这么的体贴 这样子的感觉 那他们其实这个我们刚刚讲这个研究员李敏珠 他就采访就有发现说 这个西方的女生认为说韩国的男生是非常有教养的 甚至认为说自己这个国家的男生很不注重外表 而且思维很狭隘 因为我们知道韩国男生像尤其韩剧里面 他们都非常会打扮嘛 对 对 而且穿起来样子就很帅 因为衣架子这样 那相较于西方他们其实比较穿的比较随性嘛 就可能T恤等等的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啊我也希望我的男朋友是这种很会打扮的人啊 所以会因此来到了韩国带动了观光 我们看到 但我好奇到底他们现在找到的人是怎么样子呢 哦对 他们找到他们来观光之后呢 有女生 有一个从摩洛哥来的20岁的学生 他也很勇敢哦 他来他是受到这个K-pop 然后还有韩国节目的影响 就我们刚刚讲了嘛 有点那种来追爱那种感觉 结果他2021年的时候来到釜山 他发现有人对他伸出显诸首 而且还有人认为说 你应该是外国人 所以你应该比较开放 所以对他讲话有点 就是不太礼貌 肆无忌惮这种感觉 这也让他对于这个韩剧的喜爱 完全就是被打落谷底 非常的失望这样子 但是也有女生认为说 没关系我可能没找到整爱是我的问题 我还会再继续来 但是所以他们研究研究 我发现说其实女生不是 他虽然说女生发现说 并不是每一个韩国男生都跟韩剧一样 但是他们会希望说我是想要取有一个选项取代自己生活国家 让人失望的这个一个约会的市场 希望有一个幻想 对但如果在一起就是异国恋不见得很好维持啦 对啊是没错 对但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刚刚说他吸关光客是吸了多少 其实在这个2005年疫情爆发的时候 平均一年就是大概访问韩国的女生大概只有230万 男生是290万 但是到了2019年就我们刚刚讲Netflix新起 韩剧爆发之后呢 这个疫情就算是疫情爆发前 这个访问韩国的女性旅客就增加到1000万 非常的多 而且男性只有670万 不过男性也是有明显增加啦 可能他们这个韩剧对于宣传这个韩国的文化跟观光 真的是蛮有效果的 一定有的 是 好那当然我们有看到说就是男生的部分 很多女生也蛮喜欢去找男 这个韩国男星追星 因为他们实在好多都好帅喔 但是他们其实对于自己有没有当兵这件事情 蛮在意的对不对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听到说 哪个男星好不然红了结果要去当兵 常常有这样子的 而且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什么忠诚这样 对对对 他们他们不会觉得说 我因为红了我去当兵我就会失去我的粉丝 他们反而会认为说 我红了我去当兵就表示我很有男子气概 我很有责任感 我去扛下这个东西喔 那其实他们服兵役的年纪是28岁啦 还蛮晚的 就是你到28岁就是需要去入伍 不管你多红都是一样的 那其实像今年就有非常多的 大咖就达到这个韩国 南韩他们当兵的标准 其实像之前这个BTS防弹少年团 他们就也有很多粉丝讨论说 他们的这个大哥叫Gin 他其实已经30岁了 他到底要不要去当兵 其实也是众说纷纭 因为有可能会在今年啦 但是也还不确定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来看 像一伦刚刚讲的这个非常律师 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张泰武 就是这个非常温柔 深情浪漫的这个形象 升职人心啊 吸引非常多的少女心 他也要入伍了喔 对他也要入伍了 他已经就是要28岁了 而且他其实过去在run on 其实也是用暖男的形象来走红 因为他就是长的就是暖男的形象 但他不是我的那个菜 下一个才是 真的假的 好等一下 那我们带大家看 因为很多人 江泰武是很多人的菜 他在今年8月9月的时候 就要入伍了 那他可能呢 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之后 才会再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 所以其实很多粉丝就说 期待赶快下一个 对对对 希望好好 下一个就是这个男主赫啊 他演的最近走红是25 21 对这真的很帅 你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阳光大男孩啊 对 所以他也要入伍了是不是 他也要入伍 而且他演技非常的自然嘛 然后他过去其实很多的角色 观众都觉得非常适合他 那他其实在入伍之前呢 还有敢拍另外一出韩剧 要演警察 因为他今年刚满28岁 其实他也准备要去了 不过时间点也都还不确定 另外包括像是宋江哦 有演这个无法抗拒的他 然后很多的电影也是 他在里面可能演一些 比较风流的角色这样 但是还是很多少女被他吸引 因为他的外表非常的壮硕 而且很清爽整感觉啦 那他其实呢 最近也有可能要入伍了 那大家就有在说 在猜说他可能入伍之前 还会再拍一部 这个叫Sweet Home的续集 接下来呢 在大家来看到 我们往下看 看这个金敏奎 对你看像之前 最近很红呢 韩剧也是Netflix 社内相亲哦 他演这个秘书的形象 非常的可爱 那他在今年的12月25号 满了28岁 就也是达到这个 伏兵役的年纪哦 但是他到底何时会去 其实大家也是还不确定的 那我们带大家看完这个男星的部分 就带大家来看到女星哦 对因为他其实的外形 并不是所谓很多韩剧里面那种样子 有一种模板 他是比较特别型 但是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 对他第一眼看 你不会觉得他很漂亮 可是你多看他演戏之后 耐看型的 对他是非常耐看型 有自己的味道 那他其实在今年10月就要步入礼堂了 他的这个未婚夫是这个韩裔的歌手 他叫做Kevin O 那他其实孔小正 大家当然也为他祝福嘛 因为他其实除了男生喜欢他之外 也有很多女生是很喜欢他的 觉得他有活出一套自己的味道 那他其实有非常多的金句 我们简单带大家来看几个 包含像是第一格 他说这个不要觉得爱情就是生活的全部 那他其实自己以前有为情所惑 他就觉得说 我其实好好工作 好好地享受生活 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的话 其实比这样反而会让爱情 有一个所谓的滋润 另外还包括像说 对人性要保有信心 观察要细节 因为其实他跟 呼吁很多女生朋友说 你要观察你身边这个人 是不是你想要走一辈子的对象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之外 你要从小细节去观察它 我自己看到 我觉得先充实自己 其他顺其自然 这个话我觉得蛮重要的 像刚刚前面不是会有一些西方女性来 韩国找男生 我觉得就应该要先充实自己 很多事情都顺其自然 没错 然后他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感 就是他说不要浪费时间关注别人 因为其实现在社群媒体 很多人其实在划的时候 都花很多时间在看别人 而不是看自己 他提醒大家说 一定要先记得看自己 然后把自己充实好之后 才会是一个有美好的自己 才会找到美好的爱情 好我觉得我们今天 这个有点心灵鸡汤的感觉 那跟这个广大的女性 男性也都一起来进行分享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